P 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Gate跟Post 你怎么样把资料传递过去 他给你他应该就是有点像 他有点就是一个server 你丢什么需求给他 他给你什么结果 如果他有database 你就去丢一个讯息给他 比如说查一个关键字 他把结果丢东西给你 或者像早上的同学 用NFC那很棒 他的idea真的很棒 一下可以解决很多门禁 很多的一些 签到签退 或者打卡 几乎都可以取代 而且成本很低廉 手机每个人都有 悠悠卡每个人都有 其实 缺的就是说怎么样把 资料写到云端上面去 然后呢 到时候 管 这个管理者就可以直接上面撈资料 然后 你可以可能要写个AP 给他就是说做管理 或者让他直接load到那个Excel里面 因为很多人他们都习惯用Excel 然后让他去做管控 甚至可以算薪水 人事 人事单位 或者说他要 做一些什么什么 Security的管控 其实进出 谁进出 其实很明显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这后面也需要一个Data Base 那这部分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Gripping 其实run起来之后 我们并不是要去做那个 界面部分呢 其实 各位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个界面比如说送出查询 这前面讲过的 前面我只是加入 您输入的是 这个后面的这个keyword 把它套上去 那如果说你今天 其实 后面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把什么前面这个表单的这一个 表单的这一个东西 把它换到哪边去呢 其实将来你们要换的 就是把这个表单 有没有 把它改到哪边去呢 改在那个我们的App App的那个 我们的View 用我们App的View 去把它改一下 所以基本上像这个Sample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类似像这样 这个应该很很easy 就是说我们可以 把这个地方有没有 做出一样的嘛 对不对 一个editaster 一个送出查询 那只是说这个送出查询呢 在那个JSP里面呢 他是丢给这个 去处理嘛 就丢给这个JSP 因为他们是放在同一个 根目录底下 所以不需要给他 这个